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最後我是建議 你就做個按鈕在這邊 不過按鈕應該還記得吧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邊 開發人員裡面插入什麼 這個表單空間這邊的按鈕 按下它 然後請你在大概在哪一個地方 I 跟最中間這邊好了 拖拉出一個按鈕 大小你自己決定 然後就選擇哪一個 這個住宅切到下宅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之後 把這個名稱再貼到按鈕上面 好這樣的話至少今天 這個就是今天至少的作業 所以回去如果你這個不OK的話 那回去請你一定要做出這個按鈕 然後最後的話按按看 如果可以Walk 那恭喜你 這個今天就達標了 但今天我們還沒有 我們後面還有啦 就是說我看一下時間 反正後面就是把上個禮拜的人工作業 改成程式的目標啦 OK 然後執行看看 讓一下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個目前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看得出來嗎 剛剛按鈕在哪裡 欸 他怎麼 你再按一下會怎麼樣 對 會移動耶 那怎麼辦喔 跟各位 有沒有 你說啊 老師沒關係啦 我再把它移回來就好了 我每按一下 一半下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你要徹底解決很簡單 千萬不要只學一半啦 不然我發現有些人每天按一下 然後移過去按一下 其實很簡單 按右鍵有沒有 如果你不希望它變動位置的話 請你記得 它的位置就是在這邊 叫控制向格式 它為什麼會移動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因為呢 邊界 不是邊界 摘要資訊裡面 你大概猜得出來 為什麼 它預設是什麼 這邊按右鍵嘛 它有個叫控制向格式 然後它預設是什麼 大小跟位置 會隨著什麼 儲存格 所以它儲存格 這個位置改變了 所以它會不會改變 會改變 所以你不想變的話 怎麼改 這個嘛 大小位置 部 關鍵字哦 其實它應該把它 加粗體字 這樣看比較快吧 有些有閱讀障礙的 看半天還是找不到哪一個是答案 OK 然後直接點它一下 這樣就搞定了 試試看 剛剛會亂動對不對 不要動 按一下 OK 閃一下哦 有沒有 不會動了 所以這樣就解決了啦 OK 所以以後 假如它亂跑的話 你就要知道 我知道 原來只要改個設定就OK了 有沒有 大概是這樣啦 你會發現 其實這樣下載實在還蠻好玩的 所以我是建議 你們可以再找其他開放資料 跟你的工作 你的興趣有關 你可以再找 然後把它下載試試看 當然有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你可以把它克服一下 你會發現其實很多東西可以玩的 好 那最後的話 這個做完之後 下一步 我們就是希望 可以把這個資料 繪製成三個樞紐分析表 跟三個樞紐分析圖 那我們上禮拜做第一個什麼 就是這個 叫什麼 歷年切道折線圖 還記得吧 我們就第一步 有這個欄位之後 然後就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幫我把範圍確定 另外OK之後的話 再來把什麼 把年拖拉到年 有沒有 然後把年拖拉... 年拖拉到列 年再拖拉到尺 然後算一下數量 然後並且把102、103 給怎麼樣 給... 就是打勾取消 然後把112年 也就是留下8年就對了 因為柯P就是這8年 OK 然後 完成了 這個叫樞紐分析表 這個其實就是柯P的成績單 對不對 OK 所以其實你可以做很多 到底他這幾年到底有什麼貢獻 我沒有任何政治立場 所以這個無關政治 我們只是說 從客觀資料裡面看到結果 那除非說公務人員圍繞資料 否則我想這個應該是可信的 OK 好 所以剛剛的動作演示完之後 請各位呢 要把它變成VBA 但是我跟各位講 剛剛動作還蠻複雜 所以一定要非常格外小心 那剛剛是彩排對不對 彩排完之後 接下來就要實際上RUN了 而且 錄完之後你要修改 所以動作跟剛剛類似 那其實在撰寫VBA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他蠻友善的一點 就是可以用錄製的 不然說真的 所以你有分析表叫你從頭寫 那真的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那不過沒關係 我們來試試看 先彩排 那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所以剛剛這個按鈕先自己加 第二個我是有把 本來這個名稱叫工作表1 不過我覺得改成叫data 因為這個就是原始資料 所以我把名稱改 其實他沒改 不過你不改沒關係啦 只是說這個名稱 我會比較知道說 這個工作表是什麼樣的內容 OK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 來錄製那個聚期囉 錄製的話呢 反正就是照著這順序做 所以錄製聚期 然後名稱 叫樞紐分析表 叫樞紐表 這樣比較精簡 樞紐表 接下來就不能NG了 OK 按確定 1 已經有了 我把它蓋過去 1 插入樞紐分析表 OK 範圍OK 第二步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黏拖拉到列 再把黏拖拉到尺 然後再把這個不要的黏把它隱藏掉 再按確定 完成了 其他動作不要做了 這個時候呢 請你再切到開發人員裡面 把它停止錄製 OK 就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 你就可以再切到剛剛聚集裡面的清單 你就看到你剛剛錄的那個叫樞紐表 有沒有 然後按編輯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要的結果 其實它寫出來就長這樣 樞紐表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哇 層次又變更多了 而且喔 假如說我現在RUN的話 你會發現 它一定會出錯 有沒有 你如果假設把剛剛刪掉 那你說 老師那我來RUNRUN看 當然RUN之前 我是建議你還是一樣 上面加一些註解吧 可是你如果現在還不知道加哪裡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好了 但是RUN的過程當中 它一定會有幾個地方 一定會出錯 所以哪些會出錯 我待會跟各位講 你只要避開那些雷區的話 那應該就可以很快的 把VBA的樞紐分析表給做出來了 真的雷區 我發現很多人沒辦法避 因為完全看不懂這什麼東西 但還好我看得懂 所以我就會幫各位 把那個雷區給避開 你就可以 如何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的VBA寫出來 不過你們可以Google查一下 我發現Google得到的 或者是ChargeBT得到的 好像都不是很OK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到底哪些地方 一定要特別小心 如果你這些可以避開 以後你要 快速的透過VBA寫樞紐分析表 那就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甚至你要快速產生報表 反正就是 透過你原始資料 然後利用樞紐分析表 幫你把那個報表給產生 那也會滿輕鬆的 甚至它可以批次 不只處理一個報表 你可以多個報表 同時放在一個工作表 或者放在多個工作表 其實都是辦得到的 不過我們還是先從 比較簡單的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的路式去幾看看